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中共軍老虎防風暉已於2019年被判處無企圖刑 日前 美國退役上將鄧福特透露防風暉落馬前夕 和他兩次會面的場景 4月11日 美國媒體The Wire China 刊登了鄧福特對美中在軍事層面競爭的觀點 其中提到他與中共落馬上將 前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黃鋒輝的兩次接觸 鄧福特說 他在上一次任務中與中共軍方的交往 始於2017年5月的美中外交與安全對話 此前 騙查互聯網信息 兩國此次接觸並不為外界所知 沒有留下絲毫公開記錄 據鄧福特說 雙方派出的都是重量級官員 美方代表為時任國務卿蓬佩奧 國防部長馬提斯 以及身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他本人 至於中方人員 他單提到防風暉 表示他為前來的代表之一 鄧福特透露 該次對話的契機是在2017年4月6日至7日的海湖莊園 特集會上中下的 當時 雙方會談順利 特集長時間相處 兩人品茶 共進工作午餐 一同到花園散步 坐在沙發上聊天 會談的議程也相當明確 前總統特朗普希望縮小美國對中國的巨大貿易逆測 並監督與朝鮮進行貿易的中國公司 以阻止朝鮮的核導彈計劃 習近平則希望穩定雙邊關係 確保能集中精力 主導當年2017年底中共高層的洗牌計劃 此外 雙方還做了一些生意 同意建立美中全面經濟對話 種種景象令人對美中關係的發展軌跡 持相當樂觀態度 回談中還就一系列對話達成了共識 上述的外交與安全對話就是其中之一 在特集會上 中方的一個身影也引發外界注意 那個就是防風暉 特朗普當時表示 他的幕僚已與中方相對應的幕僚 進行了一對一的溝通 而媒體發現 與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相對應的 卻不是時任中共國防部長常萬全 而是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房峰輝 有分析認為 中共十八大以後 房峰輝多次除習近平露面 並發表挺襲及效忠言論 被視為是胡、習、聯盟鬥綱的信號 以防出現在集訪尾的高配除訪團中 顯示習對其的看重 鄧福特表示 習近平曾親口跟他說 海湖莊園特集會最大的成果之一 是達成一共識 即美中之間的軍事對軍事關係 將是整體關係的一個穩定因素 習本人非常致力於這一點 這就促成了鄧福特於2017年秋天訪問北京 制定兩軍關係細節 也讓他再次與防風暉接觸 2017年8月15日 鄧福特展開了為期三天的訪華行程 並獲得高規格接待 當日下午 鄧福特與防風暉會談 並簽署 《中美兩軍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框架文件》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當時發文稱 此舉為兩軍之間建立信任和了解打開了大門 鄧福特也回憶說 那次是一次富有成效的會議 他還披露 中共運作事情套路是 直到開完前期會議 你才知道接下來的高級別會議是什麼樣 他們要判斷高層是否值得花時間來見面 在華最後一天 鄧福特等來了高級別會議 他說 防風暉熱情楊逸敢來告訴我 我有一個驚喜 而這個驚喜是 張與習近平主席背面 直到那個時候 防風暉似乎仍正常參與一切既定事務 但離他最後公開露面的8月21日 只剩下3天 8月26日 他的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職務 被李作成頂替 鄧福特表示 上任後的李作成曾承諾於2018年春天到美國訪問 但至今未兌現 對於美中軍方的接觸 鄧福特認為雙方存在非常強烈的差異 美國的觀點是 無論整體關係如何 都應該保持交流 美蘇冷戰期間的危機溝通就是一個例證 但是中共將軍方之間的對話 當作整體關係健康與否的一個指標 他們的觀點是 當整體關係不順時 兩軍關係以及整體安全與外交對話都要退後一步 防風輝消失了141日後 2018年1月19日 中共官方公佈其涉嫌行賄 受賄犯罪 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處理 與此前備襲看重的分析相反 香港《明報》之後披露 防風輝是前中共軍委副主席郭白鴻的頭碼 而郭白鴻為江澤民的代理人 2014年傳出郭白鴻接受調查的消息 防風輝當時在北京民族飯店 與郭家人吃飯時揚言 誰要是敢動老首長 我一槍轟了他 多間港媒還披露 防風輝和同黨暗中抵制習近平 肅稱郭白鴻除財口為毒 多方保護他們的老戰友 老同學和老鄉 引起習當局不滿 本打算在中共十九大軍委換屆時 被他提前退休 令他心不甘 防風輝等人於是密謀在中共十九大前發動軍事政變 沒有想到機密洩露 被習近平下令抓捕 中共軍報也曾發布評論文章稱 對防風輝的處理 是全面徹底肅稱郭白鴻除財口流毒影響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2月20日 防風輝因犯受賄罪、行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訴罪拼罰、被執行無期徒刑 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